在今天白天 隨著風向在中午之前 吹著那西南風 從北到南空氣品質狀況來說 都是屬於比較偏差的 不過到了今天的下午以後 北部地區的風向 漸漸的轉為東北風囉 空氣品質開始由北往南 在明天的時候 就要開始逐漸的改善了 不過這天氣狀況 在今天中午的台北的高溫 可是到達了34.5度 我們來看看 這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了 明天許多朋友是彈性上班上課 所以禮拜六的話 你往北走 往東走 會有點短暫雨 主要時間點會在 明天晚上的時候 開始出現 到禮拜天的時候 因為最主要 東北風要增強了 但最下雨的區域來說 主要就在台北的東邊 東北角跟北部寒線 還有宜蘭地區 而且溫度也要下降一些了 北部的高溫30度 而在中南部地區中午雖暖 但是天氣晴朗 南來北往日夜溫差明顯 那夜晚的溫度 都會大約在下降 一度到兩度左右 而到了下個禮拜一 禮拜二 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往東走有點短暫雨 往中南部走是天氣晴朗 早晚天氣是偏涼的 接著禮拜三天氣晴 星期四最重要的 國慶假期的時候 天氣晴朗只有早晚比較偏涼 日夜溫差相對的 在中南部都會比較明顯 這樣的晴朗天氣 可以一直持續到下個禮拜六 甚至到下週日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可以注意到 台灣上空因為天氣晴朗之下 各地溫度中午都偏高 但中午以後 在高坪這邊的山區的部分 有些零星的午後陣雨發展 而晚上的現在開始 整個午後熱對流 就已經逐漸的結束了 夜晚的溫度形態 說在中部以北 會隨著因為北方的高壓 東移之下 開始帶進來東北風 而晚上的溫度略降 再來到了禮拜六的晚上 到禮拜天的時候 溫度還要再下降一些 接著下個禮拜來說的話 北方有高壓東移 但是都是微弱的高壓系統 目前來看的話 在國慶的連續假期來說 天氣形態來說 都是屬於晴朗的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算是舒適的 到南部地區的話 在夜晚溫度在25度 明天白天 北部的高溫要下降 因為東北風增強 東北角地區 有些零星的短暫雨 外島地區來說 馬祖金門都是天氣晴朗 小丁寧提醒你兩件事情 早晚涼 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高山夜晚寒冷 山區活動的朋友要注意